住院与开刀经验谈三 树立医院 国军总医院 细关节径 吸引人工关节手术中风 1.我在树立医院住院 国军总医院 动细关节径手术 我在国军总医院 动过三次手术 以现在医院的做法 有两次都应该算是门诊手术 另一次应该要半身麻醉 结果这三次手术 都是局部麻醉 有一次我还感染了 让我对国军总医院 印象很差 话说我退伍后 某次上班出了车祸 虽然感觉没有受重伤 但膝关节总隐隐作痛 于是到彼时 已经由省立医院 改制为卫生树立的医院去看诊 医师说要做关节径修补 我就跟医师说起我的经历了 我当兵时 曾做过膝关节径手术 当时局部麻醉我的膝盖 就像拔牙在牙齦打麻醉一样 医生直接在我关节处拿很粗的针给我打麻醉 真的很痛 没想到的是 之后还有更痛的 在手术室 医师捏了我膝盖皮肤问还会不会痛 我说不会后就开始关节径检查了 由于我是躺着当然也看不到怎么回事 只是看见一根类似胃镜那么粗的管子插进我的膝盖 然后把我的膝盖折来折去 也叫我看了一下荧幕 还解说给我听 这就是年轻人的膝盖 鱼韧带 很漂亮 哇靠 我痛得要死 你知道吗 更扯的是 之后包一包就叫我当天回部队了 长话短说 回到部队后 我膝盖肿了两倍大 我也开始发烧 总之过了一阵子才好 所以当树立医院医师建议我做关节径 我心生恐惧 跟他说了这段历程 医师表示不可置信 他说 那是几十年前的方式 至少要半身麻醉吧 于是 我就在树立医院开刀了 这次开刀 有修补受损韧带 住院五天 半身麻醉 原本要帮我煎尿管 但我不愿意 后来也没有装 手术完回到病房没有多久 我捏自己的腿 没有直觉 但我硬是就想起床 一坐到床边 就跌到床下 整个脚 以很奇怪的角度呈现 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 才爬回床上 那时 我才知道半身不随病人 有多么辛苦 附带一提 到目前为止 我住院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住 没有人陪伴 二 我爸在树立医院 吸引人工关节致患 与中风附件共两次 我爸得了癌症后 大概过了两年 他发生中风 一开始我们觉得他怪怪的 当时 我们虽没有Fast的概念 Fast Arm Speech Time 但也尽快送他去 他固定会去看的一个内科医师 大概离我们发现他一撞 约一个多小时 到了医院后 这个有大量看诊能力的高产量医师说 老人不都就是这样吗 就让我们回家 我们没有经验 不知道医生的话不一定是对的 等到晚上 爸爸越来越不对劲 我就开始了 送医流浪之旅 到了几个医院 每个医院都不收 最后还是回到树立医院 我在树立医院急诊室 度过了寒冷的晚上 反正 我现在已经知道 中风病人 黄金三小时的假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 如果当年 我能有再一次机会 我应该送我爸去 把他当人看得荣总才对 之后 我爸在树立医院治疗附件 不幸中的大幸 他虽然留下中风后遗症 但并不严重 也要感谢当时职能治疗师 与医院的照顾 还有 我爸膝关节过去 由于事故伤害 导致他总是脚歪了一边 由于岁月与体重的影响 膝关节磨损到 他行走会产生剧痛 于是决定换人工膝关节 我不知道 他为何会在树立医院开刀 而不是在荣总 反正又在树立医院开刀了 这次开刀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因为换人工关节非常痛 所以 有一个选项 是自费麻菲止痛 只要按个钮 麻菲就会进入体内止痛 因为很痛 所以我爸毛起来按 没两下就没了 之后 就只好吃很没有效果的止痛药了 我爸在树立医院治疗中风 换膝关节的两次手术 也都是我陪同 据我的观察 晚上树立医院护理师的人手很缺 总觉得他们忙不过来 树立医院医师 也不像荣总一到五都会寻防 经常只有见他们两次面的机会 大约是在手术后在等待室之外 即出院前一天 出院那天 我们大概见不到主治医师 反正开诊断证明 住院扎药 开药这些事 也不必主治医师亲自处理 我的住院经验 谈我父母住院为主 我自己住院为辅 完成后发现字数过多 决定拆成几篇 本文为第三篇 Blackjack 2023年9月6日 明天的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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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